做完了,你这个必须要自己向下填满 那至于填满到多少,就是你自己决定了 因为你有填满,它才会有这个效果 你没填满就没这个效果 可是如果你全部填满,那变成每一个地方 其实都会有预先有公式 OK,那这个当然也是它的缺点 可是如果要写成VBA的话,难度又会非常的高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顶多就是多一个逻辑判断 我是建议可以用这样 A,就是这个储存格等于空的 这个还蛮好记得 比那个isbrank来的,我觉得问题会比较少 而且基本上习惯之后还蛮直觉的 我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直接等于空的 OK,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 那再来的话呢,请各位开启这个 范例档里面有个计算年龄 与V乳函数查询时 这年龄我想前面有做过啦 因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 主要我们好像就是用一个daydiff 但是这个函数不能用插入函数 就是它的生日跟逗点跟today比 所以这个today的话自己要打上去 小瓜糊比什么呢?比y 就是y指的是它的年,比年的部分 那相比之下呢,它是几岁 把它向下填满 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后面再多一个48加个岁的话 那当然有两种方法啦 你可以用and的什么呢 后面再加上一个岁这个字 比如说这边的话,我可以再打一个税 ok,打勾 但这地方的话呢,它会自动帮我变成48岁 可是其实这是第一种解法 但是这个做完之后呢 储存在Excel里面,它就会是一个文字 而不是一个数字 所以如果这个储存里面的资料 你将来会需要计算的话 比如说你可能要拿它去做一些逻辑判断 那你如果变成48岁 那就可能会有问题了 怎么办 所以第二个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它显示出来的是48岁 但是Excel里面储存的还是48 这个数字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你可以用按滑鼠右键 Ctrl Shift全部全选 用格式的方式来做 用格式来做 基本上它不会影响你储存的内容 但是它外观会改变 它只是外观 它是格式而已 它里面不会影响你里面到底的资料原来储存什么 所以这边你可以制定一下 那制定的话 通常如果是一个数字就用0来代替 0的话指的是这个整数 这个整数呢用0来代替 后面你就加一个什么 加个税就可以了 OK好 这个0怎么来的 其实你也可以点一下数值吧 数值如果你没有小数点的话 再切回到制定 你会发现它是0底线 不过这个底线通常可以拿掉 你就是加一个双引号 然后加一个税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就48岁 你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改成48岁 其他不过你要先全选 虽然你看到的是48岁 可是实际上存在Excel里面的还是48 不会因为说你变成48 它只是改了你的外观而已 OK所以两种方式虽然看到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存在Excel里面的资料是不一样的 前面那个是一个文字 后面这个还是数字 OK所以两者 你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我是比较建议用第二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可能问题会比较多一些 虽然你还是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建议还是用第二种方法 用制定格式方法 再来的话开课期别 这边的话就是问你说 你开课是这一天 但是你结束是哪一天 那所以结束就是这个班 不过它通常也不会放 那个班的到底几个小时 所以怎么办呢 C04 你必须要到后面有个 开课班别的那个对照表 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名称 没有名称 所以如果没有名称 也许你当然自己可以再把它建一个 建一个什么开课 针对开课班别 针对建一个什么 对照表也可以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把这个开课班别 然后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我习惯这样 然后在这个地方贴上一下 Enter一下 然后这个范围呢 就是开课班别 那C04的话是30个小时 那请问一下结束是哪一天 特别就是 这边有个规则就是 每次上课三小时 那也就是说呢 总要上十周 那十周之后的话呢 是哪一天 你要算出来 那这个时候当然不是说叫你用那个右下角这边打开来 然后慢慢慢慢去算 结束是算出来了 是要你用Excel里面的公式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结束是应该怎么算 首先呢 也许你可以拆成好几个步骤来看 比如第一个步骤 你应该怎么样 先把这个查回来 对 所以也许你可以怎么样 干脆在旁边先做完 最后再把它凑在一起 我的习惯这样 所以第一个也许你要先怎么样 先判断 先查回来 那查的话先用V2凡数查 最近使用过的V2凡数 查什么呢 查这个东西 那它TableArray按F3 我们刚刚有一个开课斑别 自己键了 然后如果没有自己键 你可能要自己选过去 查第二 应该是第三栏吧 一 二 三 第三栏 比对方式完全比对 零 好按确定 那这样我们可以查到的是三十个小时 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还需要怎么样 我们已经查回来三十个小时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到底它应该是哪一天 是最后一天 那你这个公式的话基本上 你要怎么下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查回来 可是结束应该哪一天 不过这边可能你要注意一件事 这一天 虽然是开课第一天 可是它是第一周 所以这一周呢 已经算第一周 所以你后面有十周的话 其实你要把第一周给扣掉 否则你会多一周的时间 那一周刚好七天 所以你必须几周 然后呢再乘上七 再加上这个日期 就是答案 OK 试试看好了 接下来的话 就第一个我们先查出来 第二个要查出结束总天数 应该是几天 因为一周是七 一周七天嘛 所以我们应该多久之后会结束 所以你可以什么 等于 它是三十天嘛 三十个小时 那每一周的话呢 每一周的话是除以三 每一周三小时 一周三小时嘛 有三十个小时 然后三十个小时呢 我必须把第一周减掉 因为第一周就开课了 这一周不能算 所以减掉一 那因为先除了之后再减 没问题 那回来的话就告诉你有九周嘛 那九周是几天 所以记得先减掉之后 先减掉之后呢 然后呢 再乘上多少 乘上七天 因为一个礼拜七天嘛 OK 打勾 总共的天数就是这一天之后 这一天开始到63天之后就结束了 所以结束那一天的话呢 那应该是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天 加上 因为日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啦 OK 然后呢 加上数字 数字加数字之后 那特别是他会自动帮我再把格式带过来 所以最后打勾之后 他也会是一个日期 是63天之后的日期 OK 那 可是问题啊 如果你要一次全部做完的话 因为我们是分三个啦 如果你功力不太够的话 你可能反正就是 就是逻辑先想清楚 我要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一样可以查出来嘛 那最后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隐藏起来也可以啊 有没有 这样也可以啊 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做分三次嘛 对不对 哦 你不要说为了面子问题 一定要 其实不用啦 反正做出来 那 不过我还是建议啦 你慢慢功力要提升啦 就是说 最好 这个后面 还是要一次来 那一次来就是你要 慢慢要熟练这些东西啦 这一天有没有 再加上几天之后 六三天 可是你不能自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变成说你第一个 要先用什么微盘数是查 查什么 查这个到底在哪个对照表 比如说在开课班别里面 查到第三版 一二三嘛 看得到三 然后这边是零 查出来是三十 那你必须把这三十除以三 前刮糊 其实就跟刚刚动作其实一样啦 只是说多一个变成是 那个公式在那边 然后你就是先减掉一 再前后刮糊 再乘上七 有没有 打勾 其实答案也是一样 OK 可是这个是一次性的 这个是分三次 好 那向下填满 答案也出来了 可是 怎么样 你要做出一次性完成 虽然其实真的不是很难啦 可是 对有些人来说还是 没有办法一下子 如果没办法一下子 没办法你就分三次做 慢慢练啦 练到某个阶段的时候 也许你就看到这些东西 就会很纯熟 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工作 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给我资料 我知道逻辑 你要做什么 我通通可以一下就可以把资料做出来 那其实你工作当然就会非常的轻松 惬意啦 OK 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是分成三个部分 那这个的话在原端上也都有答案 所以 请各位稍微参考一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那 刚刚举的这三个范例 算是比较 算是 还算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函数 简单一点的范例 那后面的话 我们还有两个范例 算是又再高 再更上一层楼的范例 所以 待会 也许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在范例档里面有那个数字开头是325跟326 有两题 那其中的话也许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个325人士分栏 那所谓人士分栏就是说把原来在B栏的资料 我要把它分成 从 本来是一栏的 要变成 四栏 一二三 而且要分开来 所以 三 本来是一栏的 不分栏 变成四栏 那 而且要把它前面的名称给去掉 所以这边的话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完成这件事情 因为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难度呢 相对的 会比刚刚那三个范例来得更加的复杂一些些 如果我想你如果方法对的话 应该很快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